这是泽塔TV中人造机甲赛罗的首战 同时也是加古拉暴露身份的一击 在丽山长官解散军械库后 他便组建了一支特殊防卫队 并通过以往奥特曼的战斗数据 制造出名叫奥特机甲赛罗的危险武器 同时他体内还安装了第四射线 其实力完全不输于泽塔 另一边 失业的加古拉离开了军械库 结花来到怪兽研究中心工作 姚辉当起了门口保安 而杨子在丽山的安排下 负责测试人造机甲赛罗 可在他启动的那一刻 不远处的港口以及矿山地区便发生异动 很快 石油怪兽 特供海兽 哥斯拉王和熔铁怪兽迪马家同时苏醒 结花发现他们都朝着人造赛罗奔去 于是推测这种现象 是因为搭在第四射线所引起 希望可以停止测试人造赛罗的实验 但丽山长官已经被赛雷部落附身 所以根本不会采纳他的意见 姚辉看见怪兽出现 躲在一处偏僻之地 拿出变身器变身则塔 接着使用奥特飞踢踹向特供 然后转身对哥斯拉王 打出一套组合拳法占据了上风 与此同时 丽山长官命令杨子 操控人造机甲赛罗去往矿山歼灭迪马家 作为人类研制的最强武器机甲 赛罗初次应战便展现出惊人的实力 他蓄力启右拳 直接将怪兽打倒在地 突然 古代怪兽哥美斯和弟弟怪兽巴格斯破土而出 但眼下一亿敌三的局势 却激发了杨子的战斗欲望 只见他操控赛罗挣脱了束缚 然后将巴格斯撂倒在地 并使用光刃狠狠砍向哥美斯 前方的迪马家趁机释放炮弹 被赛罗开启防御全部挡下 接着丢出头标打的迪马家疼痛不已 此刻的机甲赛罗宛如王者一般所向披靡 丝毫不惧怪兽发射的攻击 这时丽山长官命令杨子 使用第四光线歼灭怪兽 杨子犹豫之际 被怪兽抓住机会捆住了手脚 紧接着特供和哥斯拉王赶来这里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消灭安装第四射线的机甲赛罗 泽塔切换德尔塔天爪形态追上两头怪兽 挥刀将其击退 机甲赛罗摆脱束缚 开始使出全力对付眼前的怪兽 此刻的他手握两把武器 打得特供和哥斯拉王毫无招架之力 接着蓄力迪斯西姆之爪 先是重创了哥斯拉王 反手释放迪斯西姆之牙吞噬了特供 两兽剑情况不妙 当即撤离了战场 军械库内立山长官不断命令杨子 使用第四射线歼灭怪兽 最终迫于无奈 杨子做出了妥协 下一秒 第四射线的能量开始汇集 紧接着从机甲赛罗胸口发射而出 三头怪兽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击成了粉末 而机甲赛罗遭到反噬 陷入瘫痪状态 泽塔剑状从驾驶舱内救出了杨子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姚辉面前 加古拉毫不掩饰地变成魔人形态 姚辉震惊不已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队长会是外星人 加古拉准备操控机甲赛罗时 一发光线从他背后袭来 立山被塞雷部落附身变成五帝王 想要阻止他夺走机甲赛罗 加古拉迅速拿出变身器融合制旁盾 和他打得不可开交 姚辉看见这一幕放下了杨子 然后直接踹飞了五帝王 并质问加古拉 他想知道队长这么做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加古拉说出了自己曾经的过往 他曾经为了阻止战争 砍倒一棵树 到头来却被否定了 加古拉经历那件事情后改变了想法 他认为只有人类自己 意识到力量带来的危险才能醒悟 话音刚握 加古拉冲向前去和五帝王展开肉搏 泽塔紧随其后开始支援 不料五帝王锁住了泽塔脖子 使用一招必杀把泽塔打回人间体 而加古拉趁机刺穿了五帝王身体将其重创 这时加古拉准备带走机甲赛罗 可没想到五帝王还没有死 他用摇灰性命威胁加古拉放下机甲赛罗 看见躺在地上的摇灰 让加古拉想起了多年前在他面前死去的徒弟 于是加古拉做出了妥协 双方各自释放必杀技 打算一决胜负 在一声爆炸中 加古拉身受重伤 便生气也被彻底损坏 而丽山长官体内的塞雷部落 如愿拿到了惦记已久的贝利亚勋章 陷入昏迷的摇灰被杰花和叶虎带回了医院疗伤 此时塞雷部落拿回贝利亚勋章后 便回到军械库 打开监控录像开始贼喊捉贼 先是冤枉加古拉是邪恶的外星人 并命令手下也可以使用武器将其消灭 画面一转 塞雷部落在基地找到了杨子 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阴谋 他将隐患埋藏在文明星球 智慧生命为了自保 不断制造出武器 结果到了最后 却因为自己制造的最终武器 让整个星球走向了灭亡 听到这话的杨子惊讶不已 这时塞雷部落趁机扑向杨子 随后寄生在他身上 接着将贝利亚勋章扔向机甲赛罗 下一秒 杨子操控机甲赛罗爬向屋顶 离开了军械库基地 结花通过分析发现 机甲赛罗正前往世界各地 开始吸收休眠中的怪兽 并推测下一个目标是雷德王 得知情况的姚辉让叶虎先生停车 准备出去应敌 从姚辉坚定的眼神中 叶虎先生已经看穿了他的身份 话音刚握 姚辉立马下车 拿出变身器变身 另一边 机甲赛罗找到了雷德王 他直接捅进对方被捕 源源不断吸收着他的能量 很快雷德王化作粉尘烟消云散 不料机甲赛罗毫无人性 盯上了雷德王的孩子 紧要关头 则塔从天而降 阻止了惨剧发生 然后挥动投标 打得机甲赛罗节节败退 赛雷部落剑撞 扔出所有的怪兽勋章进行融合 这时机甲赛罗开始发生一变 身体不断长出怪兽躯体 迷雾中 歼灭机甲兽德斯特鲁多斯登场 而则塔安顿好雷德王的弹后 迅速冲上前去 避开了对方攻击 并切换成被塔冲击形态 捡起地上的石头 试图砸死怪兽 此刻则塔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见德斯特鲁多斯轻松把则塔顶飞出去 接着将他堵在角落 进行一番拳打脚踢 眼看没有其他办法 则塔只能召唤出伽玛幻想 只见一个响指弹出 平成三节同时亮相 同时蓄力出合体光线 给机甲兽一个通体电疗 随后则塔当起卡牌大师 牢牢将其控制 但则塔的攻击砍在他身上 根本不起作用 并被对方反手一击打成重伤 闪起红灯 德斯特鲁多斯乘胜追击 他掐住则塔的脖子 准备释放第四射线 把他消灭 姚辉见情况不妙 一脚踹开了德斯特鲁多斯 紧接着双方同时释放大招 开始对波光线 但第四射线的杀伤力极为强大 直接将则塔击成了碎片 小黑屋内则塔告诉姚辉 因为受到刚才的攻击 我们的身体遭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 如果继续变身 以地球人的身体可能会无法承受 甚至会死去 话音刚握 则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姚辉醒来 他看见自己的队长加古拉 以及军械库的队友们都聚集在一起 加古拉准备率领军械库队员 准夺回军械库基地 众人来到军械库门口 防卫队队长看见加古拉出现 立马开枪射击 不过被加古拉挥刀挡下 随后防卫队火力全开 加古拉使用刀背 数秒之内将他们全部打晕过去 回到军械库内 加古拉下达了作战分配计划 势必要救回杨子 打败歼灭机甲兽 这一战将是军械库的终局之战 加古拉强调 所有队员一定要安全归来 最后用烈虎先生的金枪鱼来开庆功宴 听完加古拉的言辞 军械库全员战役十足 很快姚辉和加古拉抵达了战场 德斯特鲁多斯在空中大肆狂笑 两人驾驶金谷乔和乌英达姆冲向前去 开始释放炮弹轰炸 接着将德斯特鲁多斯从空中击落到地面 姚辉和加古拉释放技能 开始乘胜追击 但打在德斯特鲁多斯身上根本不起作用 并被对方反手一道光线打成重伤 紧要关头 不远处飞来一个铁拳击倒了德斯特鲁多斯 来者正是叶虎先生驾驶赛文家赶到 与此同时 解花发现杨子的位置在怪兽胸口内部 众人得知情况准备联手救出杨子 德斯特鲁多斯发射的炮弹 被金谷乔的坦克形态挡下 叶虎和加古拉趁机控制住对方 姚辉当即释放出一道光线 在德斯特鲁多斯胸口打出一个深刻 迷雾中 金谷乔变回了原始形态 接着将机械手臂刺进怪兽体内 德斯特鲁多斯疼痛不已 带着金谷乔飞向空中 而姚辉进入杨子的潜意识空间 发现他已经失去了记忆 于是姚辉提出进行掰手腕比赛 让杨子逐渐想起了以前发生的事情 恢复意识的杨子终于摆脱了赛雷部落的控制 并捡到了贝利亚勋章 可赛雷部落趁机操控德斯特鲁多斯发起进攻 把杨子从金谷乔手中击落下来 姚辉见情况不妙 紧随其后追了上去 他打算输死一搏 和泽塔强行完成变身 强烈的羁绊之情让姚辉和杨子越飘越近 杨子将贝利亚勋章放进泽塔变身器 接下来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泽塔展开双臂 所有人重置成城 一起喊出泽塔的名字 姚辉进入泽塔体内 融合成德尔塔天长形态就下了羊子 这时军械库队员知晓了姚辉身份 开始为他加油打气 德斯特鲁多斯降临到地面 泽塔手握贝利亚黄昏 狠狠砍向眼前的敌人 但德斯特鲁多斯也不是吃素的 他把泽塔远远推开白米 接着使用第四射线反击 泽塔拿出贝利亚黄昏 试图将这股能量吸收 但面对如此恐怖的技能 就连贝利亚黄昏也支撑不住 可他为了保护姚辉 直接刺向德斯特鲁多斯胸口 在一声爆炸中 贝利亚黄昏烟消云散 泽塔身受重伤 被打回原始形态 德斯特鲁多斯步步逼近 军械库队友看见这一幕 拼命呼唤着姚辉 让他不要放弃希望 突然无数道光芒涌向姚辉 终于泽塔重拾战役准备硬敌 接着冲向前去打出一套组合拳 把对方击倒在地 德斯特鲁多斯健壮 当即释放第四射线试图消灭泽塔 最后德斯特鲁多斯被炸成了灰烬 泽塔潇洒起身飞向空中 谁知能量耗尽掉落到地面 另一边塞雷部落试图逃跑 被加古拉徽刀拦住 赶来的街花和滴木 把塞雷部落装进渔网 加古拉回首微笑告别 至此泽塔TV迎来大结局 姚辉和众人做了一番告别 接着就变身泽塔前往宇宙守护和平